疫情衝擊國內觀光產業 不過根據觀光局的統計 飯店每晚均價最近三年 還是呈現成長趨勢 2022年觀光旅館每個晚上客房均價 南投位居第一 平均一個晚上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元 花蓮第二名七千一百六十九元 宜蘭排第三六千九百七十元 第四名和第五名 分別是嘉義的五千九百八十八元 以及屏東的五千兩百三十五元 你要看假日還平日 你平日的話應該在三千到四千 這樣比較OK 一般民眾可接受的範圍 大約落在五千至六千元不等 但看看去年觀光旅館的房價排行 日月潭韓碧樓平均每晚一萬六千零八十元 是國內最貴的觀光飯店 北投利息溫泉酒店 每晚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五元 位居第二名 日月行館跟雲品溫泉酒店 分別是第三跟第四名 全台前四家最貴的飯店中 日月潭風景區就包辦三家 那種汁的住宿大概三千 三千塊一晚我可以接受 但一萬是我不會來這邊玩 觀光局表示南投觀光旅館 只有三家知名品牌 集中在日月潭精華地區 所以平均價格才會高達一萬五千多元 並非近幾年才飆升 那麼其實在南投縣有100多家的 這一個一般的旅館 還有800多家的民宿 那麼他們提供不同的 這一個價位的這一個服務 所以並不是整個南投縣的 平均房價過高的問題 疫情人力物價成本上升 連帶影響了房價 今年旅宿價格也不會太低 想旅遊又想審荷包 建議民眾選擇非高峰期時段出遊 三立新聞 江俊陽 謝文翔身外南投採訪報導